周二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创办人珊姆·班克曼·弗里特受到了第13项指控 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指控班克曼·弗里特和谋向中共政府官员行贿超过4000万美元 以解动他旗下被北京冻结的私人公司阿拉美达研究账户 该账户持有资金超过10亿美元 美国检察官指控班克曼·弗里特贿赂中共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 对此班克曼·弗里特的发言人拒绝置评 中共外交部和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目前班克曼·弗里特被软禁在加州其父母的家中等待10月2日出庭受审 班克曼·弗里特此前被指控窃取数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 以弥补其私人公司阿拉美达研究的亏损 并策划一项非法竞选捐赠计划以提升其在华盛顿的影响力 去年11月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流动性出现问题 同月申请破产 班克曼·弗里特的丑闻随后被爆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01综合报道 此刻点准备